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鱼 石斑鱼 就是它利剑的鱼 然后它分了什么微辣 中辣和特辣 我们就点了一个微辣 觉得味道还蛮好的 鲜嫩 味噌 颜值高 味道还不错 看来我们的夜烤鱼还是很受时刻肯定的 不过今天它能征服我们的美食特工挑剔的嘴巴吗 这么丰盛的一桌菜呢 已经摆满了我们的桌子 大家看到这么大一个鲁锁啊 真的看起来非常的好吃 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那么在吃之前呢 我们先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 这位就是呢 夜烤鱼的主厨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夜烤鱼的厨师长 我姓陈 很高兴见到大家 那其实南昌有很多大家小小不同的烤鱼店哈 那咱们的夜烤鱼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首先呢 外面的很多烤鱼都是以汤汁烤鱼为主 而我们的结合重庆的特色是以油脂烤鱼为主 而这个油脂是经过28种中草药熬出来的油 28种 对对对对 是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UFO烤炉与众不同 我们这个碳烤炉跟外面的那平板烤炉区别在于无烟烤的 这个鱼烤出来的时候是外焦理论 不会全部黑掉 所以说我们的招牌上面也写着打了 绿色环保 绿色烤鱼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自制特色烤料搭配无烟烤制 鲜香 绿色 回味无穷 只为让广大食客吃到健康又美味的特色烤鱼 这个烤鱼用的是什么鱼呢 这个烤鱼是青江鱼 青江鱼 在南昌怎么吃烤鱼就吃的这种烤鱼啊 鱼鱼比较多 青江鱼是什么样的鱼给我们介绍一下本质 青江鱼它有几个特色 它首先呢 它肉质比较鲜美 比较厚实 还有一个它没有刺 它只有中间一个主刺 哦 有的刺比较少 吃起来非常的方便 我们店里有五种鱼 南昌本地比较多的草鱼和鲁鱼 我们店肯定是有的 除此之外 我们另外还有石斑鱼 哦 石斑鱼 还有一种是鲑鱼 鲁鱼 草鱼 鲑鱼 石斑鱼 青江鱼 五种特色新鲜活鱼 都时刻选择 相信总有一款是你的菜 店家确保每份烤鱼都是新鲜活鱼 现杀现烤 杜绝死鱼 换鱼 冰冻鱼 当然 夜烤鱼除了保证烤鱼品质之外 还集合大众饮食习惯 别出新材地推出了独创的烤鱼盛宴听盘 每份烤鱼盛宴听盘 都会在烤鱼的四周搭配上四款色色小炒 让你可以在吃烤鱼的同时 也品尝到不一样的夜烤鱼味道 我们这四个菜有辣的跟不辣的 像我们的鱿鱼须跟香辣鸡尾虾 它是偏辣型的 当然也会选择大家的口味 可辣可不辣 这个五彩玉米是甜的 泡椒藕丁是南庄本地口味 就是辣或不辣口味都有 大家可以自主选择 是吧 对对对 我看中间这道这个烤鱼 上面铺了满满一层酱料 应该是属于非常辣的辣度了吧 不是 不是吗 因为在重庆这个辣度 只能算得上中辣 我们正宗引进重庆的烤鱼 这个只能算上中辣 我们还有特辣 还有更辣的 当然除掉这个香辣的口味 我们还有其他的七种口味 比如说鱼香番茄之味 跟鸡汁杏鲍菇味 这是不辣的 还有更辣的麻辣味 它既麻又辣 代表了重庆的那种特色 我刚看到这里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这个烤鱼的吃法 小吃法 这个是怎么样的 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第一 因为我们刚上来 这个鱼刚刚烤完 它是火刚刚开始往外冒的时候 它的中间 它是鱼肚子 它两边是鱼背 中间的鱼肚子 它鱼肉比较鲜嫩 比较容易利于吸收这个汤汁 所以说我们先吃鱼肚 再吃两边 原来是这样 如果说是这么讲究吃法 那是不是有一个时间上的限制 对 我们这个烤鱼的话 尽量底下放的是我们的那个酒精明果的话 我们尽量在这个酒精明果烧完之前 就把这个鱼吃光 这个酒精烧完 大概就在25分钟 在30分钟之间 所以我们建议在30分钟之内 把鱼吃完 这样才能保证 我们看烤鱼的口感 对 好 我们来尝一尝这个烤鱼吧 这个鱼肚子上的肉 首先看起来很嫩 跟一般的烤鱼真的不太一样 一般的烤鱼其实是烤得有一点焦的 有一点这种老的 对吧 对 真的很嫩 鲜嫩两个 有点像水煮鱼的味道 这个就要归功于我们的 刚刚那个UFO 我刚刚提到的那个UFO炭烤鱼 它因为是没有迷火直接去烤鱼的 它是直接把这个炉子升温到 冷烤鱼的400度左右 然后进入高温把这个鱼变成炭烤鱼的 那我刚刚吃到了这个 除了鱼肚上还有鱼皮 鱼皮就是那种焦香的 这要看不同的鱼的类型 像青江鱼 它的鱼皮比较厚的话 很多人还是很喜欢吃我们青江鱼 这个烤的鱼皮的话 因为它焦而不是那种比较跟外面那种 烧黑的那种感 对没有那种口里饭苦的那种味道 对对对 它是完全是焦香的 外焦里嫩的 对对对 这个烤鱼简直可以用色字来形容 麻辣鲜香 这个麻辣呢也是重庆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口味 好口感 对 像我们结合南昌当地这个特色的话 我们这个麻已经下降很多了 但是有时候啊 有些四川朋友跑到我们店来 要做正宗的 我们就会 加花椒 对对对 加大那个麻度 青鲜活鱼 绿色烤鱼 麻辣鲜香 回味无穷 这就是夜烤鱼 为广大食客带来的满满诚意 吃烤鱼 选择夜烤鱼准没错 当然 夜烤鱼推出的这款烤鱼盛宴盘 除了鱼的品种可以选择之外 四款特色小炒 也是可以根据客人的口味 做出适当调整 除此之外 在夜烤鱼 您还可以在吃烤鱼的同时 享受到新鲜的水果和美味的甜汤 店家用满满的诚意 期待你的光临 当然 来到夜烤鱼 大家还可以再点上几道 店家特色小菜 麻辣鸭头 凉拌牛肉 剁椒皮蛋 辣的爽藕 相信一定会让你不需自行 米其林餐厅 米其林餐厅对于吃货们来说 是精致高端高品质 而对于餐厅来说 它代表了自己 在行业内的王者地位 那是荣耀 那是傲娇的资本 今天我为大家推荐这家餐厅 它来自于香港 连续四年出现在米其林指南 这本美食杂志当中 六十年专注做牛腩 它就是位于 铜锣湾广场的 新鲜清汤男 最正宗的香港牛腩 首先需要一块上选牛骨 不加任何调味料 只要把它放入一锅清水中 熬至八个小时以上 耐心的等待 就能让你收获一锅 清香的牛骨汤 汤已经准备就绪 是该请出主角的时候了 崩沙腩 是牛肚皮上的一块 珍稀的牛腩 一头牛身上的崩沙腩 最多只够七个人食用 足见它的价值 胡萝卜 南姜 生姜下入牛骨汤中 带走牛腩的腥味 三小时后 牛腩终于可以出锅了 新鲜清汤腩 出生在香港 在油麻地 有着六十年的历史 当年张国荣 也坐在这里 吃着牛腩 享受着最简单的快乐 香港的每一个角落里 各种老味道 历久弥新 每一味里 都包含着满满的人情味 和似水流年的老港情怀 我某某种国民 其兵不得 千万年 真的是太好吃了 不愧是米其林推荐的餐厅 果然是名不虚禅 我刚刚吃了一口牛蛋之后呢 我感觉它是非常的酥难入味的 而且它软烂当中呢 还带着一丝丝的嚼劲 感觉呢 还有一点甜味在里面 真的是太神奇了 那其实呢 我们刚刚也说到了 我们这块牛腩呢 它选择到的呢 是这种绷砂腩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 有一层又软又薄的胶质 这种胶质呢 藏在嘴里啊 就像是乒乓球 在唇齿之间跳动 感觉在舌尖上跳舞 这样一桌菜呢 我也是建议您可以全家人来品尝 今天啊 我也是跟着小韩驱车几百公里来到了景德镇 可是你说有好吃的要带给我 婷婷你是不是太着急了 是不是看我穿的这么袖色可餐 可我看饿了是不是 并没有 是这样的啊 就是我先问你个问题 儿时啊 每当你饿的时候 你会吃什么小零食呢 饿了 如果说管饱的话 那大概就是饼干面包之类的吧 不错啊 面包啊 面包可以说现在是随处可见 哪都可以买得着 像我今天穿的也跟面包一样 但是今天啊 我要带你去吃一家非常特别的面包 吃面包 对 我不要吃 我们大老远跑过来 你让我吃面包啊 这个太没有诚意了 我跟你说啊 你看了以后就很有诚意了 就是我们身后这个金顶广场的 hot bread 烫面包 烫面包 是很烫的面包吗 很好奇是不是 走我们去看一看 走进烫面包 鲜明的装修风格 极简却蕴含设计感 让顾客享受美味的同时 将烫面包作为自己 挚爱的第三空间 以独处 以约会 以小聚 巧妙地迎合当下 年轻人的社交需求 清新时尚的烫面包 撩拨着每一个年轻人的心 好 现在我们一起来到了 我们面包房的这个 制作车间 这是我们的制作师傅 很帅啊 怎么称呼你 我姓郑 好 我们的郑师傅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烫面包 最关键的那个烫种 那是做完了以后 面包这个吃起来 就是烫烫的吗 不是 烫面包意思是什么 我们是加入欧包 制作一种工艺 甚至我们现在做的烫种的话 是经过高温的水 把面粉烫糊之后 然后它增加它那个吸水性 这样才能保证 我们出来的面包更柔软 然后弹性更足 明白了 这就是一种制作的方法 并不是说 它吃出来的面包是烫的 是吧 对 这个烫种 我们俩都误会了 所以现在这里面 放的是什么在搅拌 现在是面粉跟盐 先打匀 要打匀 对 然后这是刚烧开的水 跟那个糖混合之后 然后就直接把它烫好 这就是制作烫种 对 对吧 那什么时候要加入这个水啊 现在水烧开了之后 就可以直接装 就是一定要加肥水是吧 对啊 那像这种的制作工艺 是不是你们家 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对啊 原来烫面包 并不是很烫的面包 也并不是把面包烫着吃 而是这个烫 体现在制作工艺上面 面包师傅 先制作好烫种 等冷却后 加入面团后 再进行制作 使用烫种的面包 才能达到松软 弹性十足的口感 自从他们家开张的时候 买过第一款 它是新鲜的榴莲 就吃得出来的 新鲜的 就是口感的话 也很软一点 因为欧包的话 第一次接触到他家 还是在五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 没有尝过锦德镇的欧包 然后尝了他家之后 基本上没有去过别人家了 所以就一直成为 他们家的粉丝 之前的话 我本来一直去其他面包店 但是听朋友说 这边面包蛮好吃的 然后后面就尝试一下了 它口感的话非常柔软 我比较喜欢这种面包 这边的面包的话 都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 然后它制作工艺的话 也是烫种工艺 所以它面包的话 吃起来的话会非常柔软 这种口感比较好 这边比较出名的那个脏脏包 然后这个是黄油软 软面包 为什么选这两个呢 因为它这里面的话 是有一个爆浆 还有一个地黄椒在里面 对 而且吃起来的话 生气满满的 很好吃 吃过很多家面包 但他家面包 特别软啊 特别香啊 特别好吃 哇 这个五款恶意的面包 在我们眼前 这都是招牌了 对对招牌 看上去还蛮诱人的 首先这个啊 女生的最爱 榴莲旺反 哦 真的是我的最爱 榴莲夹心的面包 然后中间 男生会很喜欢吃啊 这个奥利奥夹心脆 巧克力 这个是 这个造型很漂亮 它是粉色的 猪鼻子包 它是那个皇冠包 皇冠 一个皇冠一样 皇冠包 这个很可爱 好古怪 清香肉骨头 这是目前最流行的一款 脏脏包 对 这个不用多说了 网红包 网红包 第一道 就来这个榴莲旺反 榴莲包 好好好 来来来 这款榴莲旺反 能跟上本店的销售冠军 无一在选材上是非常讲究的 它拥有温馨的金枕头造型 里面满满的金灿灿的新鲜榴莲 和芝士乳酪 加上面包师的金星烘焙 外层松软 内层是流动的 一口咬下去 妙香四溢 满足你的味蕾 直接上手了 好香的榴莲 现在已经满屋子充斥着榴莲味的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最爱的榴莲 来 好香啊 而且超级软 怎么有摸在手上 榴莲感觉都要爆浆 要流出来的感觉 过真价实的榴莲 有没有 闭上眼睛我要飘起来了 太香了 就是有点潮湿 有点松软 又有一些那种香醇 很舒服 首先它外面的这个面包呢 烤的是非常的这个松软 然后里面的榴莲是过真价实的 你们看到吗 还有这个一丝一丝的榴莲丝啊 就是榴莲裹肉 然后打成了泥在里面 所以吃起来说是特别爽的感觉 这款看上去好像很普通啊 这款的名字 就像我们吃的那种小馒鲁 感觉里面有 那有乾坤啊 里面有馅儿是不是 感觉有很多馅儿啊 这款黄罐是由几个粉红小可爱组成 看上去这款面包是粉红色的 其实它是由红星火龙果颗粒 打碎后 摻在面包粉当中 使这款面包 无论从颜值上 还是口感上 都让人无法拒绝 别看它个头不大 但内有乾坤 使面包那清新的果香 蘸满你整个口腔 微味悠长 来大咬一口 试一下 哇 真的有馅儿 我吃到凤梨了 哇 就像喝那个那种果立成一样 很大一颗的凤梨的嘴巴里面爆开 可以嚼啊 可以嚼的 嚼很久 除了这个凤梨 好像它这个黄色的馅是芝士馅 就非常的香 我很少见到有这个红色的面包 那这是加了什么 这个是没有加任何色素的 是用我们的红星火龙果 打造出来的外层的面包皮 可以看到这上面还有这个火龙果的籽啊 哦 都是货真价实的 营养非常丰富 纯天然 这款帝王交报脏脏包 也是一款明星主打产品 脏脏包包如其名 不仅看着脏丑 一口咬下去 嘴巴牙齿和双手 必定非常脏 可就是这个脏 俘获了一大票迷地迷美的胃 远超一众精致清新美美的美食 吃起来简直幸福感爆棚 大口一点 哇 哇 好帅啊 小孩 有五项包胡椒 有五项包胡椒 怎么样怎么样味道 哇 它是有层次感的 它外面就成巧克力皮 很脆 我咬这边 有了有了 真的美了吗 结色强强 结色强强 这味产生的好吃 就是它 它其实是非常软的 一口咬下去 哇 那个蓬松的感觉 哦 哦 这是什么呀 一个完整的帝王胶 来来来 对我这么好吗 对 碰面包 我为你点赞 碰面包好好掐 我为你疯狂的点赞 我为你会避充满 我为你疯狂的 你会避充一个 你会避充一个 你不许可